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规定 国内各族群的自然语言都是国家语言 一律、平等、不受歧视 并奖励运用各种方式来推动学习和保存 台东大武汉达人乡公所争取到圆明会的补助 利用公所和所属机关办公厅秀外的双语招牌 又增加了原著名语的罗马拼音 不过有很多人不了解还以为是乡公所的招牌拼错了 抖大的烫金色招牌 让民众一眼就可以知道乡公所的位置 但只是一瞧中文字下方的英文拼音好像有点怪怪的 让不少人还以为是乡公所拼错了 你看得懂吗? 我根本不懂耶 你看不懂? 对 你看得懂吗?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台湾语的念法 哦哦哦 对对对 所以你看得懂啊? 是还可以耶 对啊因为它那个是罗马拼音所以是刀 紧吗? 对啊 公硕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但别误会乡公所并没有拼错 这是因为乡公所获得原民会的补助 采用母语罗马拼音而成 乡公所也表示 为了要让母语能够融入部落 让部落的族人都能够听、读、写 只是在排湾族的语言里 并没有乡公所这样的写法 在经过研究后 只能直接用罗马拼音直接翻译出来 配合我们原民会的一个族语附证的这个政策 呃我们希望说让我们的呃呃原住民乡亲 能够呃就我们的母语部分 都能够狼狼上口 都甚至都会听说读写 那再来就是说也希望透过这个族语附证的这个推动 让营造一个足以学习的环境 据了解目前除了乡公所、村里办公室 都陆续更换母语音译的看板 而更南端的达人乡公所 也一样是利用母语照翻 而南回四乡镇北端的太马里乡 则是因为不属于原住民乡镇 所以是依照正式的中翻译 像是民众如果来到原乡地区 再看到这些翻译的字牌 可别以为四乡公所在胡乱翻译了 记得成绩的一大五相报道